周扬青先与小猪楼这项分手内幕 知之小猪是渣男 不但劈腿月辟还有多人运动 土猪一一打的小猪献出原型形象全会 网友甚至拿小猪在周金驰电影 西游小摸片里的角色 孔虚公子消遣他真成了甚虚 与小猪加恋九年 周扬青直到看了小猪的手机内容彻底心碎 分手三个月后才在微博上 清楚说明与小猪分手的内情 周扬青近日频频在微博发文 表示尽管他在这段时间展现坚强霸气的一面 并感谢粉丝一路以来的支持 感性的说你们就是我的力量 你们大概不知道 很多我最难过的时候都是在这个小号 你们陪着我聊天度过的 你不要遭到对方多次背叛 但即便如此 他仍勇敢回应对这段感情的看法 真的不后悔 因为我没有遗憾 至于未来是否还会相信爱情 周扬青表示 未来如果有机会 下一次一样会用尽全力去爱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